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吴王笑楚汉故事 离生睡棋 看来今天我和卫士之间 必有一人要被烹杀了 蜀参军马肃 拜见吴王殿下 既为使臣见我王为何不贵 上国天使不败小邦之主 马肃啊 你此行来吴 是想施展三寸之蛇 效仿力生睡棋吧 告诉你 孤平生最讨厌睡棋 来人啊 在 将这狂徒扔入游顶炸了 诺 且慢 本时无须而等玷污 待我自己下顶祸 人言东无多闲 没想到竟然寄句我一儒生 慢 姑 何惧一匹夫啊 大王既然不惧马肃 为何不敢听我一言 你无非是想替诸葛亮做说口 却我连蜀聚位 旧蜀出险境 非也 马肃此来不畏旧蜀 乃为旧无 旧无 旧无 可笑至极 现在被包围的 可是蜀汗并非动物 殿下 你既然知 李医生睡棋之典故 为何却不知 匾鹊与蔡桓公之典呢 在匾鹊眼里 患有重病的王公 往往却不知道自己的 病症之所在 你可事言之 如言不中我义 自己下顶货去吧 谢大王 大王 你乃是当今明主 我家丞相 亦是当世之俊杰 互为盟友 则天下太平 若互为仇敌 则淳王齿寒 同理 属有山川之险 吾有三江之故 若两国联合 共为蠢齿 则 进可奸去天下 退可顶足而立 如果大王 贪信曹魏所许之小利 驻贼公蜀 是问 蜀一旦灭亡 东吾有能和魏抗衡多久呢 早晚碧王爷 反之 蜀 如果击退了曹魏的各路军马 国主以后 还会与殿下为盟吗 蜀无 必将反目成仇啊 启禀殿下 魏蜀无三方 就好比这只顶的三族 断其一族 必然天下倾覆 而吾蜀两国 就好比一个人的两只脚 缺了任何一只 此人必然难以立足 敢问殿下 你见过有谁 拿着刀剁自己的脚吗 也罢 也罢 既然殿下愿意备盟毁约 向曹丕拱手贡献江东八十一郡 那么在下也愿自下顶祸 依权鸣解 慢 怎么 殿下嫌顶中的肺油不够多吗 先生好口才好胆识啊 请到后殿一续 启禀殿下 那么大一顶费油 不能百废了 此话何意啊 既然蜀使没有入顶之福 还请殿下至卫使入顶 以表明吴王联署抗卫之志 并以此 证天下试听 证天下试听 召卫使上殿 吴王口谕 召卫使上殿 刘主公探马来报 兵主公探马来报 四路伐蜀大军 军备诸葛亮 射击杀退了 说我听听 方王可必能军至西平关 欲蜀上将军马超所组 竟然不战自退 芒王孟霍 虽起兵攻至蜀南部四郡 可魏延却使用移兵之计 令孟霍损兵折将 只能褪败蛮度 新城孟达 启兵至半道突然患病 自此再也不能前进一步 魏大都督曹真 兵出杨平关后 与赵子龙聚首各处险道 战退两难 但粮草殆尽之后 也只能半世回国了 曹丕果然非诸葛亮之敌呀 主公那天如果不把魏使制定顶祸 只怕我们又要结怨于蜀了 不结怨于蜀 必结怨于魏 我恐 魏国法蜀不成 反来东吴报复 主公无虑 这一次主公有恩欲署 曹丕如敢犯禁 主公也可亲属 发兵相援 这些年 不 无论是战 是何 都取决于自身国力 只有自身强盛了 别人才肯远你 子虞 告诉荆州陆迅 尚采诸桓 严加操练三军 严防曹丕来犯 诺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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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丞相 丞相 曹魏的四陆大军 全都败退了 据报 吴王孙权的四陆大军 卫派一兵一族 尤长啊 此次退敌 你可居守宫 本相要多谢你了 学生 蒙先生教诲多年 略进绵薄而已 万万不敢鞠躬 此次曹丕五路伐蜀之策 你知道是出自谁的主意吗 消息虽不确切 但在下听说 是一个叫司马仪的人 给曹丕出的主意 司马仪 司马仪自仲达年近五十 位居尚书幼谱 一直是个文臣 在曹丕登大位之前 他一直是秦暮流 此人从未领兵征战过 尚不知其兵法韬略如何 就凭他谢与曹丕的这一策 此人早晚会成为腐臂重臣 往后 你替我多留意着他 遵命 天子家大 众臣朝拜 五王斩罪斩罪斩罪 废祝 废神 谢陛下 此次罚蜀 克戮大军 皆是无功而返 屠号前两 你们说 此意 拜因何在 禀陛下 臣以为伐蜀无功 其豁出孙权 他表面上答应陛下出兵相助 可暗地里却与蜀为盟 更可恨的是 孙权竟然敢碰杀我大魏之使 是可忍 孰不可忍 不错 华欣 朕让你督造的水师战船 你造好了吗 禀陛下 三千艘战船已全部打造完毕 五万水师将士正在整训之中 明有龙舟十支 各长二十余杖 每周可载兵两千 好 曹兄 有 臣在 粮草兵器都办得如何啊 一百五十万弹粮草全部备齐 其中五十万弹已运往合肥等地 停止 朕决定 既水鹿大军 三十五万 秋后 回市发武 一百五十万弹已运往来 四十万弹已运往来 有御驾亲征 不破惊想 齿目还足 赞举 陛下 臣罚蜀无功 愧恨无疾 恳请陛下安准臣 带罪出师 陛下 臣愿做法无先锋 如若不赦 甘当军阀 陛下 在下愿随驾出征 陛下 在下愿随驾出征 陛下 在下也愿随驾出征 好 清等雄心壮志 朕 慎敢欣慰 仲达 你为何不开言哪 臣请陛下降罪 爱卿 何罪之有 先前五路大军伐蜀 盖出于臣 不料想 劳师无功 此臣之罪也 虽然陛下没有降罪 臣心何安 朕说过 法蜀无功 祸在孙权 你不必自责 谢陛下宽容 不过臣还是要请陛下降罪 还有何罪 臣有一言 不说则无罪 说了陛下定会降罪 说说说说 说说 不说说 臣请陛下不要兴兵伐无 为何 既然法蜀无功 此祸在孙权 如果我军伐无 诸国亮就不会原无了吗 臣以为蜀无 如果联盟不出现裂席 伐蜀伐无都难有胜算 那你有何建议 臣建议陛下效仿先帝 养兵屯田十年 十年之后 魏国将一发强大 而不用十年 无蜀将再生裂痕 要么诸葛亮起兵 攻取荆州 要么孙权起兵攻取荆州 而此时陛下只需乘势用兵 均可一鼓而下 这年尽四寻 岂能坐等十年 再者 如果巫蜀之间 不但不生烈心 反而联手用兵攻卫 那朕不是坐视良心了吗 朕 法无之治已决 断不耕改 司马仪 朕 不降罪于你 你就不必赘言了 回家去吧 朕 要议兵了 臣遵旨 大厅 尽 Nein 徐晟 你为何全陛下巴兵 那 那不是自寻欺辱吗 我若不觐见 陛下更要降罪于我 什么 难道伐吾之意会失败 必败无疑 为何 此时此刻陛下建功之心 犹如当年伐吾的刘备 孙权 陆迅和等人哪 曹真曹修岂是他们的敌手 加之诸葛亮 必然会在陛下伐吾之时 遣上一上将 从西川出兵直袭长安 陛下胜负可想而知 我是说也得罪 不说也得罪 既然罪则难辞 倒不如直面请罪 省得人家攻减我 心怀奸诈 父亲自取今日小罪 以免日后大祸 而钦佩之志 此外你也看到了 陛下仍然弃我不用啊 还是曹氏青贵们随征 不出司马医所料 曹匹豫驾亲征之急 蜀将赵云率军出阳品馆 直袭缠岸 鲁迟也率军出战 大破卫军于广陵 为帝曹匹 败军折将 几乎枉命 岸继续 岸继续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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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打 坐进来 臣不敢 坐 看见了吧 这十三岁就换上了飞机 久治不愈 登记之后 愈发严重了 这事陈衣带也不知道 为了你不知道 任贤帝都不知道 贤帝要知道 我命不长久 能让我继承大位吗 陛下说的是 是 重大 现在你明白 我为何要急于法污了吗 臣明白了 说 说我听听 陛下是想在有生之年 奠定功名大业 说得对啊 重大 朕要 早点听你的劝阻 或许不会落败 但朕此生 也只是个 无为之君罢了 陛下法污 为何不让臣去呢 臣做梦都想着 能为陛下沙场建功啊 朕 会用你的 那 你先帝说过 只有你 只有你 是诸葛亮的对手 重大 朕 想问你一句话 朕 你长兵之后 有谁知你 朕 朕明白了 此生此世 永不长兵 来人 陛下 先知 司马仪 进中王室二十五年 勤勉扶政 智勇抄群 任劳任怨 坚忍不拔 即 加授标记大将军一职 于大将军曹真 大司马曹休 共同执掌卫国军政 亲子 亲子 臣喜恩 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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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二曹瑞 拜托了 好手副佐 臣遵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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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累了 臣遵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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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 陛下 位帝曹丕在位七年 吴躬而逝 相言似师 老爷 跟好了 你怎么了 老爷 跟好了 你怎么了 他死了 谁 你主子 奴婢的主子 是老爷呀 也是我主子 你说的是皇上 正是 皇上 皇上才四十岁呀 是啊 皇上四十岁就揍了 可我死骂已五十多岁 才等到掌兵之权 经书 你主子是个好皇上 好天子 可惜天桑宇 天桑宇 臣乃其合 乃臣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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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修 拜见吴皇 拜见吴皇 三叔四伯不必多礼 来 看座 谢陛下 谢陛下 陛下真乃天人哪 神采四溢 荒威灿烂 照着臣眼睛都化了 臣刚进宫门 便感觉一股英气扑面而至 我大魏有如此的圣君 朕是天赐之幸也 天赐之幸啊 二位不但是朕的长辈 更是祝国重臣 以后要多教导朕才是 太祖和先帝未敬之夜 定要在朕这一朝里完成 陛下壮志 如日当头 臣等陛下全马之劳 臣觉得 攘外陛先安内 陛下欲成大业 应当重整朝纲 提出宁臣才是啊 哦 谁是宁臣 陛下 太祖五皇帝曾对臣密言 司马仪应是郎故 不可负于兵权 久之必为国之大患 司马仪暗藏大志 性情坚韧 曾在先帝身边韬惠多年 当年先帝没用之也必制之 不料先帝临终前一时不察 竟让他篡得标记大将军之旨 此甚为可忧啊 陛下 请庶臣直言 陛下临朝出政 非曹氏亲贵 不可加以兵权 司马仪久絮大志 精通兵略 其长子司马师 次子司马昭 也都生有异象 这个司马家族乃是百年之妄族啊 其门生故旧亲信彭党 遍布朝廷内外 陛下呀 昨夜臣偶得因噩梦 梦见三匹马同草食草 梦醒便却豁然心惊 陛下啊 三马便是司马仪司马昭司马师 石草啊 石草啊 那朕该怎么办 依臣之见 应该把他贬出京都 派往边城 日后再逐步收拾 这样也好 司马仪罪行未险 如果骤染剿除 必起风波 这样吧 受司马仪为 雍梁大都督 让他驻守边城 没有朕的旨意 不准回京 是吗 父亲 肯定有什么喜事 是吗 这可不好 我不该挂在脸上 不该挂在脸上 到底什么喜事 关门 快关门 父亲你倒是说呀 小心 鱼入大海 龙出生天哪 我若再待在京都 早晚会被奸人给害死 谁料曹真曹修两个蠢夫 把我给贬到雍梁去了 他们不知啊 那正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 更何况 雍梁虽属边城 却是卫国燕喉重镇 却是卫国燕喉重镇 诸葛亮若敢犯境 天赐我建功之机呀 先帝创业未斑 而中道崩促 今天下三分 一周疲毙 此城危及存亡之求也 然 侍卫之臣不屑于内 终治之事 妄身于外者 改追先帝之疏欲 欲报于陛下也 臣本不宜 公庚于南亚 勾全性命于乱世 不求闻达于诸侯 先帝不以臣卑鄙 唯自往驱 三顾臣于草庐之中 资臣以当事之事 由是感激 遂许先帝已屈齿 后职亲父 受任于败君之计 奉命于危难之鉴 而来二十又一年已 先帝知臣谨慎 将崩祭臣以大事宜 臣受命以来 夙夜忧叹 唯空托付不孝 以伤先帝之名 经南方已定 兵甲已足 当蒋帅三军 北定中原 竖节弩盾 嚷除尖凶 兴赴汉氏 还于旧都 不孝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 不孝则至臣之罪 以告先帝之灵 臣不慎受恩感激 灵表替灵不知所云 向父七情梦惑 刚刚顶定了南荒 现在座位未安 又要北伐中原 这 这叫朕兴和安哪 臣之所以难争 正是为了北伐 后方不定 不可举兵 如今南方已平 无后顾之忧 如不趁此讨贼恢复中原 更待何时 丞相壮志 定在下敬畏不已 不过曹魏势大 极难图之 我川蜀乃天府之国 山川险要 田广凉风 即使不图之 也足可以立足于天下 丞相何必 轻身负险呢 正方此言差矣 川蜀之地虽广 却是偏居易渔 如果只图固守 那么十年二十年尚可 五十年之后就难说了 如果川蜀之地 真的可以永保太平 那么四百年前 太祖皇帝刘邦 为何还要出川北伐 夺中原争天下 因为太祖皇帝目光远大 他申明我不罚人 人必罚我 只求自保断不能自保 唯有进去方能成大业 陛下 臣夜观天下 北方王弃正盛 只恐未可屠言 臣既观天下 夜观天道 甚至天道无常 岂可拘泥 陛下 陛下 臣举兵后 当先驻军在汉中 居高临下虎视洛雅 待查明情形 便直取两京 若不胜 臣干受枉法 听旨 听旨 朕拜诸葛亮为平北大都督 兼领陈相 义州睦五香侯 择日禁军伐位 就遵旨 蜀国将领 竟凭相父选用 来 众将听令 龙香将军观星 为左护卫士 虎翼将军张苞 为右护卫士 都庭侯魏延为镇北将军 陈仓侯马代为平北将军 参军马肃为安苑将军 遵命 李徽为安瀚将军 廖化为前军副将 王平为毕将军 元陵为前将军 吴翼为左将军 高翔为右将军 邓芝为监军使 丁贤刘敏为左右护军 杜翼为参军 延燕为行参军 樊齐为随军主顾 凡剑为典军主顾 兰剑为典军主顾 如今只剩你一个人了 我不愿让你在驰骋战场了 还是留守成都吧 自我随先帝以来 大小战事 无不当先 今日五虎上将已故其次 我是更觉得寂寞呀 若今天丞相不令我做这个先锋 我便一头撞死在这柱子上 子龙听令 封你为先锋大将 赢精兵两万 副将十元 领命 诸葛亮在平定南方后 为保留位兴看之日脱宫之人 近期蜀军出秦山 开始第一次北伐大业 蜀军一出 天下震动 artist grant 缅 闺 音乐 音乐